阿貴, 阿貴 本來以為 拆穿個假套你們會離婚 後來他借著打風那晚 阿貴和阿楠 在外面困了一晚做藉口 不停在你面前 數下跪不好這兩頭說話 目的都是想你們離婚 大哥早安, 今天報紙怎麼說 政府這次宿世禁止佛武區 不但我們臨時受到嚴重打擊 連王氏和港宏集團都受到牽連 我還想跟他們買木材 連王氏和港宏都受到牽連 那龜氏有沒有受影響 龜拿得好, 收風收得快 他們龜氏沒有影響 那我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 也不是沒有的, 再向銀行做借貸吧 可是我們之前開傢伙工場 已經花了一大筆錢了 那也要再試一下 最壞我跟那個廖部長 又沒有交情 他兒子又去了美國 阿海 你是不是跟那個龜拿得過兒子 歸阿南有些交情 不如你找他商量一下 那... 我知道 你們因為阿貴的事有點誤會 但是做大事的要公還公私還私 現在我們臨時水浸眼眉了 難道要我們全家人 抱著一起死嗎 那好吧, 我試試跟你聊一下 海哥, 阿瓶 阿瓶甚麼事?不是阿貴有事嗎 不是, 她跟寶寶也很好 容媽叫我打來問問你 她說福哥結婚 問你有沒有時間回大陸喝 我現在打不到你了 我這邊的生意很忙 我不知道到時候是否行得開 海哥, 你忙還忙 你要爭取時間 跟阿貴見面 我不想你們兩個就這樣就斷了 阿貴還很關心你 她每天都拉我去碼頭 買大碼報紙看 她知道新政策 對你木材山有影響 不知多擔心 她還叫我有時間打給你的時候 問問你有沒有事 你給我告訴她 我在這邊的生意沒事 你叫她不用擔心我 阿瓶, 你這麼早跟誰說電話 你等一會, 海哥找你 你…不錯吧 不錯, 奶奶怎麼樣 她的糖尿病康復了甚麼 還是差不多 是呀, 我聽媽媽說 大馬政府臨時縮小了佛木地區 有沒有影響到你們的生意 沒有, 我們沒事了 你不用擔心我們 我和阿哥會搞定的 你自己小心身體 我會的 我不跟你說了, 我趕著出門了 再見 那好吧, 再見 阿敏怎麼了? 沒事 福哥, 剛才看的那間 和這間的間價差不多 你覺得怎麼樣? 這間挺實用 不過跟剛才那個分別不大 分別就是剛才看的那間是外銷 而這間就是內銷的 那有甚麼分別? 說明是外銷嘛 當然是買給港澳同胞的 價錢是貴很多 而這間是買給我們本地居民的 價錢便宜很多 可是剛才那間設施好像好一點 有泳池, 有會所, 有保安 這裡也有花園平台 管理人員也有 交通還很方便 既然你喜歡這間, 那就買這間 買這間? 不行 你也沒有本地居民證 你買不到這間的 那下你的名字買不是一樣嗎 下我的名字? 是 不要的, 買這筆錢都要你拿出來 怎麼也要寫你的名字 我們都快要結婚了 還分這麼清楚你和我幹甚麼 乘車吃飯當然不用分得這麼清楚 現在說的大娜娜百多萬一層樓 我不想背後別人說我 我更加不想你父母以為我會謀利 我娶得你是不是應該給你一個保障 我知道, 我嫁給你就會很幸福 最大的保障就是你對我真心 其實買不買樓也不要緊 反正我們結婚之後 你也會申請我來香港 在這裡我也不會住很久了 現在就逼業一點 跟媽媽和哥哥一起住 你已經嫁給我了 為甚麼還要回外家呢 還有, 不然一申請你 就馬上可以下去的 始終都要一家一煮才行的 要不然這樣, 我租一間 做房子也要錢 況且將來我們就算不住 你也要留給你哥哥和媽媽住 那倒是 不過這樣, 大娜娜這麼大筆錢 你要不要跟伯父母商量下 再決定 我也這麼大個人, 我有分數了 況且爸爸媽媽也要走了 還有, 結婚是我們倆的事 我們兩個商量就行了, 是不是 你看, 這裡交通很方便 如果你不喜歡逼公巴的話 你們可以踩十五分鐘的單車 就可以到你的工作單位 這房子挺適合兩夫妻子 或者將來如果你有孩子的話 也夠了 看得對嗎 如果你想買的話 我可以送傢俬和電器給你們 這裡好就不錯, 但價錢又貴了一點 見大家是廣東人 買便宜一點就怎麼辦 我們還是回去考慮一下 好, 不過你快點決定 因為待會兒還有兩戶人來看 那好, 謝謝你 再見 你這個臭丫頭 你現在想買些藤樓 那我們住在哪兒, 住在街上嗎 進花園洋房你不住 我恨住那些狗鬥 那幅頭肯買藤樓給你嗎 師勤, 就算那幅頭我買一層樓給你 我們也不用賣這裡 還是有甚麼衣服 難道你睡街上嗎 你給我安定吧 我真的沒那麼笨 分他買一層樓給我 而不寫我的名字 那幅頭真的笨成這樣 買一層樓寫你的名字 不是他笨, 是我聰明而已 女人哄男人, 真厲害就有幾招 阿花, 你不只頂上綠色 就連頭髮也變成綠色了 你不要挑撥我和阿花之間的感情 我們出去慶祝而已 我不想對著眼睛給別人 我去換衣服, 你等我吧 可惜她的樣子 媽, 你們兩個別吵了 經常狗吵狗吵的 傻子, 媽媽生你的 怎麼也不會害你 他跟我們無辣無辣無缺緣 整個黑寡婦似的 吃了你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媽, 師勤不是這種人 總之你要盯緊他 不然到時候免我們去睡街上 我很久沒來這個公園了 我也很久沒吃牛奶冰棍 不過味道跟以前有點不同 不是, 一樣這麼甜 一樣有這麼多奶味 始終是最好吃的食品 你在香港什麼包心子都吃過 這種爛鬼牛奶冰棍有甚麼好吃 我覺得它好吃 就是因為有感情分 我第一支牛奶冰棍 都是你買給我吃的 我也記得 那時候你讀小學五年級 一放暑假 媽媽叫你印刷廠裡 撿些紫頭紫味去買 你從上午收到下午 你揹著那袋紫碎去 比你更高的人 口渴呢, 就喝水口水 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你早下班來探望我 還幫我收拾紫碎 收拾完紫碎之後 我們簡直熱得連嘴唇都乾了 你就買牛奶冰棍給我吃 當時一吃就覺得在世上 沒什麼好吃過它 你這麼念舊 媽媽還為你替那副頭解情真 那你信不信 我當然不信 你這樣做也是為了我們的將來 為了將來跟你有好日子過 現在犧牲一下就在所難免了 詩琴, 你已經把那副頭買了百多萬個房子給你 加上上次我們綁架洛洛的筆錢 都勉強救我們開家吃店了 買一家豆腐丸這麼小就行了 反正都洗濕頭, 就騙他多一點 詩琴, 但我怕你越踩越深 做大事哪可以為首為美的 剛才騙了他的錢 我替你遠走高飛, 他們也咬我不進去 為甚麼要留心去接阿姐 怎麼這麼久還沒回來的 這隻機場亂了, 不會耽誤時間嗎 不會, 客運早就已經沒事了 你沒看新聞嗎 而且他們是從深圳轉車回來的 關機場有甚麼事 已經說過了 一說曹蘇, 曹蘇就到了 回來了… 阿姐, 怎麼還沒回來的 阿姐, 你問一下叉燒餅 一到步而已 他就叫阿立新請我們到處去買 結婚用那些濕色的東西 怪不得了 阿姐哥, 是不是, 椰子也買好了嗎 是呀 叉燒餅, 你就聰明一點吧 找幾個漂亮的東西是膠袋 用這個這麼肉酸的爛鬼布袋 甚麼爛鬼布袋, 這是環保袋 用完洗過再用的 是呀… 是呀, 阿姐, 坐著地球轉 一環保的知識也沒有 老闆, 不是吧 阿福在上面擺酒結婚 你拿兩個這麼重的椰子上去過大禮嗎 當然啦 有椰子、有子、有孫 這些這麼好意頭的東西 怎麼可以沒有的 喝衣服也做了兩套 是呀 打個電話問問上海師傅 我們喝衣服更好吃 老闆, 老闆, 你們吃了飯沒有 叉燒餅, 你休息一下吧 在上海已經瀑布了兩天了 你…你忍著自己的身體 我又不知道為甚麼 一點也不累 可能真的人逢喜事精神爽 阿嬤, 多開心吧 老闆哥結不成婚, 怎麼辦呢 阿安仔, 不要胡說話 胡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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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呀, 阿姐 我們現在家多了 怎麼會結不成婚呢 是呀… 我們家第一, 今年是鐵樹開花 上個星期還有兩隻喜作飛來我們騎樓 其實我怕甚麼呢 今年我們雙喜臨悶 不夠人手辦喜事 叉燒餅, 你快點進去洗個冷水涼 冷卻一下才行 你現在這麼激動 我怕你會爆血管 我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們全家人去喝福那一頓 真是好熱, 很熱 是呀… 當然了, 還有你看阿豪 行飲心補茶 嘴巴也有點噁心 哪有 甚麼時候 阿豪, 你請假是不是 我代庭一齊也要嫁了 對呀, 我們要請三天三夜去嫁了 林先生, 你的診所要休息三天 很傷我 沒所謂, 趁高興嘛 何止我, 阿靖也要嫁了 是呀… 好呀… 會不會好給你面子 是呀… 這麼人齊 不如這樣吧 你跟阿靖順個貶 叫懷婚把酒也算了吧 是呀…趁高興 是呀… 哪有趁高興的結婚 為甚麼沒有 這就叫雙喜臨悶 是呀, 那時候說阿福結婚 我也會結婚 先商量一下 要甚麼商量呢 現在等你去求婚 是呀… 是呀… 很過癒 終於去婚 是呀… 這個臭小子一提到結婚 他就在這裡喀喀喀喀喀喀了 好呀…如果你想喝新寶茶 真的要好一點吹鼓一下才行 是呀… 臭小子, 在這裡裝睡覺 看你還眨眨眨 是呀… 媽媽, 怎麼會噴人呀 要不是這樣 你怎麼會起床應酬我呀 甚麼事呀 乖兒子, 媽媽要跟你說 快要是中秋 人月兩團圓, 是不是 結婚很容易 趕不及 你怎麼會趕不及呢 阿福也趕不及, 你沒理由趕不及的 下年拜嬸 真是呀 你打我拜嬸也趕不及今年的拜嬸 你正經一點好不好 你告訴我 你究竟甚麼時候跟林姆結婚了 我又不想這麼急生孩子 要怎麼這麼快呢 而且還要衝刺的 廁所你每天都去的, 你每天都要衝刺的 我是說事業上的衝刺 那結婚也可以衝刺的 女人最重要是有個幸福的家庭 我幸福呢, 阿靖就幸福了 是呀, 那你不要拖著人 是不是 女人的青春很重要的 你別想著林姆肯等你 那你拖著人才行 我跟阿靖大家商量過, 有共識的了 想著這段時間就努力賺錢 你先建立好經濟上的基礎 那將來的生活才有好保障 是呀 是呀 所以我知道你 有七位數字的定期儲蓄 就夠了基礎了 你不知道嗎 說得知, 我有甚麼是FBI 你肯定知道, 你這麼厲害 難怪高山青巨飛不出你的手指 不要說話題 乖, 快點和林姆姆結婚 等一會兒開心一下 媽, 我跟阿靖一結婚 就永不奔離白頭道路了 好… 真是遲早 那先遲你早 慢著 怎麼樣 你這麼急叫我跟阿靖結婚 是不是想丟下我這個包袱 和高山青在一起, 你說 抓住…你沒有猜話題 電話…來了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我現在和你未來的媳婦 去煮這間茶 好 煮滾了就找你 你跟我說, 交給你 你先出去等一會兒, 好嗎 結婚 找了就叫你 是, 結婚 結婚 阿海 怎麼說, 等一會兒再喝飲料 謝謝, 請回來了 好 別來神器, 生意失敗 也不差太遠 想到我這麼急, 不是臨時生意有問題吧 政府一條禁止佛墓的新政策 弄得我們臨時的木材生意死了 但是臨時還有其他生意的 是呀, 投資錯了, 去了印尼 我也是有錢的, 雖然不多 你先拿玉米吧 不用了 我不想把你的錢丟掉到鹹水海 那現在 你放心吧 還沒到山盤水鎮的時候 我這次回來是經單生意 還有追回舊仔 有甚麼要幫忙, 出聲我 早知道破產的時候會告訴你們的 阿海, 男人事業有些有的就必經 如果東南亞經濟又不好 而且你還沒輸完 阿貴還很關心你的 他們會支持你的 我現在這種情況不想見他 好像博同情博可憐那樣 我不想 到現在你這麼死要面子 阿貴不是只可以共富貴 不可以共幻眼的人 不是我死要面子 是現在我這種情況 我沒有面目去見他 我更加不敢求他原諒我 要承認自己的錯 跟我一樣原諒 是出了很大的勇氣的 阿貴告訴我 一直以來 都是阿貴在那裡觀同是非 說兩頭話 令我誤會了阿貴 海伯母中傷的怪是他不對 但是你對老婆不夠堅持 不夠信任 你也是贊的 我知道 知道還不快去找他 別再逃避了 你明白嗎 我現在這種情況 最重要是先搞事要 我明白 但是你自己明白嗎 現在最了解你 和人家最大的支持你的 是你老婆 我沒有 無論如何 總之現在是我的情況 千萬不要跟阿貴說 你睡不著 不如煲煲熱奶你喝吧 不用, 阿琴 我自己悶悶睡不著 是不是腰骨尺 要是我罵你, 我按摩他 不用, 沒事吧 是不是寶寶一一踢你的肚子 不是, 阿琴 你任由我自己在這裡坐 我真的沒事吧 我陪你坐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近總是心水不靈 但是美容院太多事了 阿蘭和阿萍扭你加薪了 不是 你知不知道 我聽咪咪說過 她淘淡淡的時候 也試過像我現在那樣 心水不靈 但是那段時間 就是子浩綁架了阿萊 把阿萊扔下海 她還說 不知道是不是蛋蛋和子浩為父子 所以血脈相連 會有心靈感應 知道爸爸在外面出事了 你別聽咪咪胡說 你別說了 阿芳扔下海那個人這麼好 她不會做壞事 不會綁架人的 我不是怕在外面綁架人 我只是怕她一個人在大馬 生意又不知道怎麼樣 心活躍 你這兩句就要撿包袱了是嗎 心補壽家婆是天公地道的 你以為你有錢大了嗎 林家遲了破產 你這東西在這裡奏愛林家 林家奏你這種人了, 遲了完 你這隻烏鴉嘴 是不是君君 君君, 是不是你 君君君, 幹嘛打破事 君君, 我和弟弟很害怕 媽媽對眼睛看不到東西 四個八娘說八百沒錢 君君 何姑娘, 冰冰姑娘呢 她一聽到電話就像箭湯出去了 什麼電話? 不知道, 我就聽到她說 阿桂, 你等我 她就昨天晚上出去了 她就昨天晚上出去了 你故意調了什麼? 立先生, 你是聰明人 應該知道我來找你的目的 為了阿凱? 昨晚阿凱打電話給我 他告訴我阿凱回香港 你坦白告訴我 究竟她在大馬的生意 是不是出了問題 雖然我們是分了一居 但名義上我還是她的太太 我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最近生意是有些問題 但是她的話不要跟別人說 因為她不讓你擔心 原來比我想像中更加嚴重 我還知道她會這樣 她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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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你知道的 男人不希望她事業低潮的時候 讓她最喜歡的良人知道 尤其是阿凱 她從小到大 她最喜歡的心態那麼重 死要面 不是死要面, 是沒有面子見你 我看得出她現在已經很後悔 她不希望在這個時候 你因為同情她, 可憐她 而原諒她 那還不叫死要面 男人在事業低潮的時候 很希望老婆在身邊支持她 但阿凱她沒有這樣做 你知道她從小到大也是這樣 所以她就等著事業有成 風光的時候才肯回來面對自己的錯 如果你很討厭阿凱 這個時候你會很開心、很心涼 但你沒有, 你還很關心她 立心, 如果她不肯面對自己的錯 是沒有人可以幫到她的 阿凱, 你回來幾天又不想來 又不告訴我們 我這次回來是談生意的 應酬比較多, 所以比較忙 是呀 阿凱, 你這次回來 我估不准你這麼快走 我會的, 暫時也不會走 那阿蓉就安心了 你在這裡忙生意的人 你看, 整個都下風了 這次阿蓉要多煮一些好的湯 做一些好的菜, 再吵胖你才行 是呀 馬拉的食用沒有香港的湯水那麼好的 阿凱, 正好 阿凱, 要不然我要去大馬 恭喜你 你把天章拉起來, 讓我安心了 那你做多少錢人情, 阿凱 是 這裡陷害她的頭, 最富貴的就是她 出手當然重一點 立心哥, 拜拜 立心 阿凱, 來走 人齊, 你說甚麼 可不可以 剛才說了, 海哥做多少錢人情 個十八千元, 起碼五位數字 你怎麼這麼誇張 沒所謂 是嗎, 別回那麼多 誰可以表演出海那種電童級的地位 是呀, 林家吃幾碗燕窩都在那裡 是呀 這樣吧, 你就叫海狗隨便 九頭九尾, 長陽九九就算了 是呀… 那就是九萬九千九八九十九 是呀 想吃再開那隻居嗎 有心的九個九都是人情的 是呀 蓉姨, 你的孫子旦旦旦扭, 肚餓 我就給阿蕉她吃了, 現在暗了她睡了 謝謝你了, 請我一會 不用 坐吧… 我晚點都要找我佩佩來了 坐吧 阿桂, 剛才咪咪在電話裡說你不舒服 在街上等你, 等不到的 我一會兒給她電話去 告訴你我沒事了, 不用擔心 你不舒服嗎 能不能打電話給阿姑呢 是呀, 你是不是美容院多做 是呀, 別做了 不是, 其實我應付得來的 你們不用擔心我就行 不是呀, 我剛才抱著蛋蛋 也不知道多累 何況你拖著寶寶又做事 那不是很辛苦嗎 不怕, 其實如果叫我常常坐在家裡 不做事, 那我就更悶 好 讓我開門 我進去看看煲湯怎麼樣 來… 坐吧 蚊姐姐,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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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吧… 剛才以為阿海黎是一個驚喜 原來後面還有一個特大驚喜 是呀… 坐吧 阿楠, 阿楠 阿楠, 你們甚麼時候到的 我們昨天才下機 阿楠, 要不打電話給蓉姨 讓我做好好的菜來招呼你們 我們就是不想勞師動眾打擾大家 所以沒有打電話上來 是呀… 這次回來探望爸爸和姑姑來了 是呀, 還有你們呢 阿楠, 你身體怎麼樣 寶寶有沒有餵你呢 偶爾吧 或者是寶寶乖 知道媽媽辛苦要做事 所以他會疼我 阿楠, 為甚麼不帶來呢 阿楠, 阿楠一定會跟爺爺玩 陪阿楠, 爸爸也比我們多 是呀… 對了, 彈彈呢 在旅下睡了 對了, 彈彈很聰明 我打電話給妹妹 妹妹一直在這裡教她叫我名字 阿楠, 又怎麼樣 那些火氣還這麼猛 甚麼火都沒有了 經常陪孫玩 對了, 他還叫我問問大家 謝謝… 是呀, 吃飯了, 吃飯了 快點, 吃飯了 快點, 吃飯了 快點, 快點, 快點 好, 快點, 快點 蓉姨, 你的糖水很好吃 你喜歡就多吃一碗 不用了, 夠了 多吃一碗我就不捨得走了 是呀, 都晚了 打擾你這麼久了, 不好意思 別傻了, 說這麼客氣的 是呀… 蓉姨, 阿楠 上燈百慕, 我送你回家 好呀… 我不用, 我陪阿桂 阿楠, 我有事想跟你談 你坐我們車 好呀 阿楠, 你說你坐的士了 請阿桂 好呀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對了, 奶奶 君君浩然他們不錯 不錯, 他們不錯 那你帶買的生意怎麼樣 不錯, 想做一些玩具堂的生意 這次回來找朋友聊合作的事 阿楠 我聽人家說, 有個新條來禁止伐木 好小事而已 對我們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我跟阿哥會解決得到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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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這個時間很難再截車 我自己上去也行 你自己小心 容媽, 你幹甚麼走來走去 阿桂, 為甚麼這麼晚還沒回來 我已經暗了彈彈睡了 他遲我們這麼晚還沒回來 他越晚回來越好 就是證明他跟海哥有很多事談 如果阿桂心願和海好回來 我就真是謝謝神恩 我整天求神拜佛 我希望他們倆夫婦在一起 據我說, 要是最壞海白帽 如果他不是經常做搞屍棍的話 阿桂跟海哥可能已經好回來 不過人家說還難見真情 加斯海哥有難 可能因為這件事他們痊癒了 還難?甚麼還難 沒有, 我想了 或許可以幫阿桂收拾行李 說不定他回來 或許跟海哥回大馬 我去收拾行李 乖乖乖, 一仔, 跟媽媽說Good night Good night 小文, 剛才跟一仔說完電話 現在又再通過電話粗 當然了, 幹甚麼?黑粗 對女人來說, 永遠都是兒子第一位 你是阿姨而已 如果兩位一仔約兄弟了, 那他會不會變我三人 那當然了 話說回來, 蛋蛋真的長得很快 我知道一仔甚麼時候會說話 你不是全都教一仔說話嗎 她怎麼會說呢 連牙仔都還沒出齊 對呀, 你覺得沒甚麼生性好了嗎 我也覺得是 她還很心急教蛋蛋 希望他好好的教育彈蛋 阿南的爸爸說過 如果我們可以教育彈蛋大學畢業之後 會把十分之一的身家分給他們 到時候他和阿菲可以過一些 安樂的生活 他現在自力更生 我也覺得他堅強了 但真的想不到他和阿貴 會成為好朋友 那你又是誰 不知道 阿南 阿貴 阿貴 幹甚麼?你不是跟我開吵架吧 阿貴, 阿南 如果你還把我當作朋友 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當然可以, 你說吧 自從我知道大馬的新政策 對臨時構成很大的打擊之後 我真是坐也不安, 吃也不下 發生這麼大的事 阿海也沒有向我提過 但我很想知道 究竟新政策對臨時有甚麼影響 他們會不會破產的 他們可能是最迷以前的臨時 如果我的資料沒有錯的話 他們投資最大的家私廠將會賭他 清潔有關的欠款之後 臨時只會剩下四分之一的身價 那他們也不至於一無所有 可惜那四分之一的投資 全都在印尼那裡 完全受了政局的因素影響 你意思是說他們是所剩無幾? 如果印尼的政局穩定了 阿海也未至於破產 其實我一直都有聯合那邊 最有影響力的銀行 其中一個叔叔 跟我們那時候是世交的人 如果找到那個叔叔 阿海也有救 阿楠, 你一定要幫他 如果阿海沒了事業 他真的一無所有 你們一定要幫他 阿桂, 你一定要支持阿海 給他一點信心 給他一點信心, 給他一點信心 這個難關 你們一定可以渡過的 容忠除了公告還沒回來 你哪兒去找他 是, 龜山, 他去了怡保 不清楚甚麼時候回來 我不如留下口信 等一回來之後再服你 好, 謝謝, 再見 進來 胡總裁, 這件文件 這次發過來的 請你過目 好 還有, 那個龜南先生 這個星期打了十幾次電話來找你 想跟你談關於臨時貸款的問題 不過我已經按你的意思 說你去了公幹的了 年輕就是年輕, 感情用事 不像他百億 做生意的事, 沒人死就怎麼 佔人高爬上來呢 嫂子, 為甚麼你會在這兒呢 你阿菇燉了湯給你 原來沒空, 我就拿來給你 趁熱喝吧 謝謝, 那阿菇現在呢 她陪你婆婆去做裙子 她們兩個不知道多開心 她們緊張得甚麼 也好, 家裡很久沒這樣 開開心心辦喜事了 一切都如過天晴了 對了, 聽阿菇說 你昨晚好夜才回來 你去跟阿凱聊天 怎麼樣, 你們兩夫妻沒事吧 阿貴, 做兩夫妻沒事的 那些事就不要在心裡 有甚麼就拿出來 有雙有糧, 攤開來說 沒說沒彎轉的, 你說是不是 阿貴, 幹甚麼? 幹甚麼哭 阿凱欺來嗎? 不是… 別哭了 是肚婆不做得經常不開心 哭的, 對胎不好的 幹甚麼?阿凱跟你說甚麼 他幹甚麼都不跟我說 他不當我是老婆 他發生了甚麼事? 他電話的生意出了問題 可能要破產了 這麼大件事? 嫂子 掌聲那批家事交場怎麼樣 還差多少 趕緊的, 下個星期五可以起貨了 不過比原先的要遲了五天了 遲這麼多? 是呀 那批貨早就準備好了 跟佛幕區也無無關的 不過這輪路逐逐走了一半的工人 他們說整個星期沒薪出, 白白做 報紙知道就踩到我們幾腳了 這麼多不利消息 也很難怪他們的 我甚麼時候說過不出薪給他們 現在沒有貨交要賠錢給人的 我以為沒有貨交要賠錢 現在有貨交也要賠錢 在這裡, 林先生 林創生先生是嗎? 是 我們銀行派來的 這次上來是想跟林先生 談談有關貴公司 跟我們銀行的不貸款問題 根據我們的紀錄 林先生已經有兩個月 沒還款公式了 不如進我辦公室談吧 OK 這邊 謝謝 不好意思 老公, 你快點回來 你快點回來 我快點回來 我快點回來 你快點回來 快點回來 阿珊, 你快回來 我要你和我靜靜牛鬼時辰離婚 有甚麼事讓我回來再談談話 不好意思, 林先生 幫我帶我們進去 是, 林先生, 兩位請 麻煩你 替我訂四張去香港的機票 月花月老 好 哥, 這張支票 是我最近收回來的公司欠數 有百多萬的 百多萬?未金 也不夠我四個老婆 用來貼外加 百多萬雖然是一個小數目 可是你的欠數會陸續收回來的 其實現在最需要的是一些時間 阿海, 問心 自從我和媽媽認回來之後 我們沒有虧待你, 是不是? 阿哥, 為甚麼無緣無故問這種事 你老實回答我 你和媽媽對我也很好 臨時之所以有今時今日 是我一分一毫打江山打回來的 你進我們林家的時候 都已經坐在這裡享福了 你想說甚麼 好, 我不想再跟你鬥勸 簡單來說, 錢你沒有份幫我賺 拜你就有份拜 我不知道應不應該 怪你腳頭不好 總之我決定了我要婚家 婚家? 不錯, 家師工程已經守不住了 我要醫合約賠錢給其他重家 我計劃 臨家的資產只剩下四分之一 而這塊錢是應該屬於我的 至於你在香港那邊 還有一間叉燒店 如果我這樣分配, 你不會反對 媽媽的年紀都大了 好話不好聽 都不知道可以多過多少個三天 我和媽媽相依為命了這麼多年 我照顧了她幾十年 都是時候放手了 讓你有些時間照顧媽媽 做個孝順仔 你也知道 我那四個老婆和子女 經常搞得家吵屋斃 媽媽其實跟她真的一點都不合 又怎像阿貴這麼善解人意 浩然和君君這麼精靈 我已經帶了她們過來 交給你了 芬芬、浩然, 不要在這裡跳了 乖了... 媽媽, 我是阿海 爸爸, 快開門給爸爸 爸爸, 你回來了嗎? 你是不是帶我去看媽媽? 你是不是帶我去看媽媽? 海, 你過來 你看著弟弟, 我們看看媽媽 媽 海, 阿生說你很想念我 叫我過來替我醫治眼, 是不是? 媽媽知道你孝順了 好呀, 我過來了 不用在那邊對著那四隻牛鬼蛇神 爸爸… 爸爸…